大家好 我现在开始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生酮饮食 我们为什么要吃生酮饮食呢 什么叫做生酮饮食呢 其实生酮饮食怎么做 下面会讲 生酮饮食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降低酸根自由剂的产生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四集了 现在是第五集 如果各位想要对人工智慧医学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你就上YouTube搜寻一下 1234你把这个题目打上去 就可以看到前面的 最好是由第一集开始看 不然的话 你有时候可能会摸不着头脑 所以我们讲生酮饮食 它就是减少酸根自由剂的产生 因为我们酸根自由剂太多 就是造成疾病的根源 生酮饮食就是会减少酸根自由剂的产生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所以生酮饮食就是要我们叫ketogenic diet 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是生酮饮食 清剂B3 维他命C 热疗跟肠肺脑漏 抽血早食过敏炎 还有清剂 还有二氧化碳 不要太高 这个吃到必须脂肪酸等等 这个是我们这个人工智慧医学的这个密码 这个密码 事实上就是由最简单的事情开始 化繁为简 我们的这个粒线体呢 人一个细胞有1000到3000个粒线体 那么粒线体是什么呢 就是细胞的引擎 一部车有一个引擎 大部分 烧柴油的就烧柴油 烧汽油的就烧汽油 烧酒精的就烧酒精 可是我们人的这个粒线体 我们细胞的引擎不一样 它可以烧葡萄糖 也可以烧脂肪酸 那氨基酸是不可以拿来当燃料的 葡萄糖它不是一个好的燃料 它会产生比较多的酸 画面会提到 脂肪酸是一个好的燃料 葡萄糖对一个整一就是柴油 这个脂肪酸呢 就是一个汽油 瓦斯 天然气 或者是酒精 产生比较少的废弃物 这个就是我们的粒线体 我们的引擎里面的一个构造 那么这边就是葡萄糖 脂肪酸下来 然后呢 这个叫脱氢酶 脱氢酶呢 把氢脱下来呢 经过Q10带到这里 在这个制水机 然后呢 它就变成水 在变成跟空气中的氧 变成水的同时呢 它又会 这个氢的电子跑来这里 子子呢就跑来这边 就让这个ADP变成ATP 再充电 好 在充电的过程中呢 我们燃烧葡萄糖 燃烧脂肪酸 它的效率是不一样的 好 大家看这个 是指葡萄糖 六个碳的 H12O6 你燃烧它会得到 一个分子的葡萄糖 会得到38个ATP 各位是专业的这个药师 应该都是非常的熟悉 只是说现在有没有在用到而已 一定是念过的 那么38个ATP 它会同时产生六个二氧化碳 你把38倍六除 就等于6.33 所以烧葡萄糖的效力 产生一个ATP要付出的 一个二氧化碳 产生会产生6.33个能量ATP 可是如果你烧的是这个脂肪酸 比方说16个碳的中里酸 来看的话 你会产生129个ATP 同时16个二氧化碳 那么129倍16除呢 就是8.06 这样两烧葡萄糖 跟烧脂肪酸比较起来 这个效率好了27% 将近30%了 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脂肪酸当染料 不要烧葡萄糖 不要全部烧葡萄糖 这个葡萄糖 因为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比较谈 偏向断糖生酮因子 如果要治疗疾病的话 不治疗疾病其实就不见得要断糖 我们前面还会提到 其实说我们身体的燃烧 这个用燃料的方式 一种叫生糖 一种叫生酮 如果你饿了吃饿了吃 油都不吃 一直吃淀粉 水果 馒头 包子 地瓜 马铃薯 一直吃一直吃 你这个人叫做生酮的人 像我来讲 我是生酮的人 那我们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说 我是用酮当染料 你们是用糖当染料 这样 这个的话 因为葡萄糖是六碳糖 123456 它很轻易就跑到细胞里面 只要有胰岛素在的话 可是呢 这个电耳脂肪 它大部分 除了MCT以外 大部分都是12个碳以上的 那么12个碳以上很大 进不了细胞 怎么办 我们的肝脏就会把 这个脂肪酸切成 4个碳 4个碳 3个碳的酮 所以我们叫烧酮 叫生酮 ketogenesis 所以我们吃生酮饮食 吃这个以油脂为燃料 叫做生酮饮食 这样知道吗 生糖生酮差别在这里 那么这个 一个人 如果他饿了 就吃淀粉 不但吃油的话 那么第一 他可能会很胖 因为葡萄糖 会产生 变成脂肪 然后他身体里面的酮会很低 都是0.1以下 像我的话都是1到3 因为我是靠酮来燃烧 产生能量的 所以差别就差在这里 所以今天我们也不完全谈 这个生酮饮食的详细 只是谈一个大纲 像生酮饮食的书很多 我看了很多书 很多市面上的书 我觉得有很多都有一些写的有一些瑕疵 那么各位如果想要了解生酮饮食 各位不妨去买这一本 生酮致病饮食全书 我觉得这一本还写的比较中肯一点 就是视频八文比较不会偏向哪一边 像这边有一个人 他就是这样 这个 这个人 他就是我在前面一些有讲过的 这个人他就是一个礼拜去看过三次急诊 都是高血压 很胸闷的很不舒服 我看到他 他的尿是八 尿是八 那么我就想说 这个人一定是吃太多淀粉了 我就问他说 你米饭吃很多吗 他说没有啊 我不大吃米饭啊 面食吃很多吗 没有啊 我想怎么会这样 我说那你水果一定吃很多了 他说水果也没有啊 我想问他 我就问他说 那你最近有吃什么营养品吗 他说营养品倒是有 朋友送我一桶蜂蜜 我一天吃一百细 一百细元汁哦 蜂蜜哦 我说那你是葡萄糖中毒 你就来吸氢吧 哎 吸了七个小时 到保健馆吸氢 尿就变成五点五 自由基四变九 哇 自由基排出来了 自由基 因为氢会跟变成 跟氧变成水 就把自由基排出来了 第二天来好一点 七点五变六 第三 是的 六点五 变五这样 而自由基最后一次呢 就自己排出来了 所以说后来他就没有再去看过急诊了 血压也变正常了 还有这边有一个情绪障碍的人 他是高科技员工 非常重要的人物 可是他有忧郁症 偏头痛 失眠 脑雾 我问他什么叫脑雾 他说好像你在那个车子下雨 雨刷也坏掉了 冷气也坏掉了 就车子就不能开了 雾雾的 毛玻璃一样 视力模糊 没有办法上班 月入百万的人还留职停薪 在家里养病 结果我们就看 哇 他的尿好 不够酸 那么我就派他到一个 跟我们有一些配合关系的清阳馆 吸清 吸了大概五六七八个小时 都是这样八八八十一二十一二十三还是这样二十四 降了一点 这样还是没有降到五 那么到了五月一号 我会看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还是一只八 我问他说你有吃生铜饮食吗 我不是叫你吃生铜吗 他说有啊 有吃生铜啊 我说你怎么吃 有喝油吗 他说没有啊 我没有吃淀粉 我就大量吃肉 我的天啊 那个肉不是生铜饮食呢 吃肉叫阿金饮食啊 那因为 我们吃的蛋白质有百分之五十 会变成葡萄汤 知道吗 所以说吃肉也会让身体变得很酸 尿排不出来 排不出酸 好 后来他就听我的话 开始做一个礼拜的生铜饮食 你看最后一个 他就是排啊 排到五了 七点多六六六变五 然后就回去上班了 药都不用吃了 也好睡了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生铜饮食很成功的一些经验 像这边也是有一个患者 你看他有一二三四五六个癌 为什么呢 他五十五十一岁六年前有个肺腺癌开过刀 后来就再发肺腺癌 又费鸡水 后来去放疗 哎好了 后来讲肾癌 肾癌去开刀 开出来说是转移的 后来就脑癌 脑癌也去开刀 后来又骨癌 脑癌是不是个转移不知道啊 因为他脑癌他直接烧掉没有没有切片嘛 那骨癌也不知道是不是转移啊 因为骨癌他直接就做放疗也没有切片 后来到了他找我的时候长肝癌 长肝癌 我一看他 我说哇 你的尿是八 赶快就生通饮食吧 一清吗 等等 睡了七以后呢 他的这个尿酸碱质就由八边到六点五了 然后他自由基你看 吸清前排不出来 自由基 吸清后排出来了 好 他很听话啊 我记得他做生通饮食啊 打维他命C啊 热疗啊 整个有做 结果到了差不多五个月后 你看他的这个酸碱质 来的时候就五 吸完就升到六 然后呢 就有排了 这个自由基自己就排了 吸完就更少 我们这个每天 我叫他每天都达到黄金交叉点 结果呢 他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 就又回去医学中心 做肝脏的检查 意思是说还有看到阴影 比较模糊了 然后就跟他切片切片切片 跟他电烧 找得出来的东西说 没有 没有看到癌细胞 那后来隔了两个月 医生又跟他做一次 说还是一个阴影 又切又找不到癌细胞 我说那你要不要做第三次 他说医生不敢做了 这样 他说没有就先观察一下 因为我本身是西医师出身 我本身以前也开过很多癌症 癌症化疗我们也做过 我们很谨慎 不敢随便跟人说 你全医的 Cure Cure这句话我们是不讲的 我们讲Cancer Free 就是暂时找不到癌细胞 暂时是多久 可能一年 可能两年 可能十年 对不对 你要好好保养 所以我们讲 我们只讲Cancer Free 我们不讲Cure Cure这句话 在癌症不能乱讲的 还有讲到生通饮食 就要生通饮食用是什么病最好 我抓几个病来稍微介绍一下 睡眠呼吸中止症 做生通饮食效果最好 为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人知道吗 这个是气管 如果你舌头往后掉 就会产生打呼 打呼 对不对 好 打呼 打呼 就分阻塞型跟中枢型 前面讲的 这边 血用水太长 或者是气道太小 脖子太短 太肥胖 这个我们叫做 或者是自立神经 没有办法 把舌头往前面拉 就掉下去 叫做阻塞型 那么有一种叫中枢型 什么叫中枢型呢 就是跟脑细胞有关 那么脑细胞 它是个脑干 这个脑 这个脑干 脑干里面有个叫 睡眠乎 吸气中枢跟土气中枢 这个 当我们吸气中枢 你感觉没有氧气不够的时候 我们的脑细胞 就会命令说 你赶快 这样 热尖气 收缩 张开吧 然后横隔膜张开 然后呢 你就会呼吸了嘛 可是中枢型的人 就是他的这个吸气中枢 没有放出电波 因为他不会利用葡萄糖了 大家看 这个左边是正常的 打PET PET就是正脂扫描 葡萄糖同一树 左边这个人 就是比较不会利用葡萄糖的 那么我们对一个中枢型病人 我们就会测他 绑在腰带 一个叫睡眠呼吸监测器 在家里帮他绑 这个胸部绑一个 然后上面这一个呢 上面这一个是鼻子这边 好 你一阅读报告的时候 他电脑会自己打出来了 可是你看这个PET就知道 他的腹肌 恒格膜没有动 肋肌没有动 这边没有呼吸 这个叫叫中枢型 中枢型 那么我来跟大家示范一下 什么叫叫 顺利呼吸宗帓中枝的 中枢型跟周边型 周边型是这样 一直这样 这个叫周边型 其实是打呼连啦 那中枢型比较麻烦 通常中枢型跟周边型常常是混合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有一个医师朋友 他其实长得肥肥胖胖这样 很胖的脖子很短的 一看知道那个人就是睡眠呼吸中止 那么有一次在这个出外 就在一个大通铺里面 我看他打呼打呼 突然间他就这样 然后没有声音 好久好久 大概一分多 快两分钟没有声音 我已经呼吸了十几下 他都没有声音 我在想看他脸一直黑 我正想踢他一下的时候 他就这样 这个就是中枢型 这个问题就很大 这种人 糖尿病高血压中风心肌梗塞都跟他有份糖尿病 为什么这样呢 我等一下再说明 像这边有一个病人 他很严重 睡眠呼吸中止痛风 糖尿病 膀胱过冬 异味性肥肤炎 败血炎 什么病他都有份 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演讲 碰到有一个人 我一眼一看 哇 这个人怎么这样 他在脸 那一定吃吃肋骨醇 当然我们不好意思问 是后来他跟我讲的 他因为有纤维肌痛症 我还没有讲到 所以肋骨醇一直吃 一直吃 吃到这样 不吃就痛了 最后你看这个任成文出来了 痛风也出来了 脸这样 那么一般上讲 睡眠呼吸中止 尤其是中苏型的话 你最好是带这个东西 以前我也是叫患者去带 买个几万块 带一下就没事了 可是很多人带不住 带下去 在针车发你没有氧气 他就啪一声跟你打 就启动 那这样 睡眠呼吸中止 等于就等于好起来了 就不会再有 后续的后遗症 你看这一个人 因为我本身是创立台湾脑波 治理神经医学会 看知道 这个就叫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脑波 吸完轻额变比较好 各位大家看一看就好了 这个我跟你们讲里面 也看不大出来 我们来分析它的数据 我们通常会有这个分析表 阿发贝塔西太雕塔脑波 5666 吸完轻额会变4223 减少了143 这个就是一个脑波就不再喊救命了 可是你看他的这个自立神经就变化很多 他第一次来自立神经佛心要24的他只有6 吸完轻变16 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变23 这个胶感正常是221 它是10 吸完变35 第三天变280 比正常还高 总能量呢 胶感加负胶感 正常是314 他第一次来是18 我们这个叫做气若油施行 然后呢 吸完轻变67 第三天变323 就等于一天吸五个小时的轻 他第三天就说他睡眠呼吸中指我帮他检测 本来50下的一个晚上 后来变成零下 本来一天要小便 夜尿五次的 也变成没有尿尿 没有起来尿尿了 天亮才尿 结果他的第一次来 他的心跳正常是70 他116 吸完变 吸完轻变100 第三天变79 现在有看到吗 他第二天来101 吸完变92 第三天变79 然后呢 这个患者 他也是去做生通饮食 吸氢 等等 断糖生通饮食 结果过了一年 我出国也在马来西亚也看到他 我问他你现在好了没 他说打呼好了 好像也瘦了 也没有吃药了 也没有吃雷固醇了 那就宣布都好了 我问他 我说你真的没有打呼吗 你怎么知道 他太太旁边说 我可以证明 他起了一个新的太太 越南的太太 他说我可以证明 他没有打呼了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讲骗话 没有必要骗我 还有他为什么膀胱过动 晚上都尿尿 好了呢 其实膀胱过动 绝大部分不是膀胱的问题 膀胱过动要看什么科呢 要看脑神经科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这个膀胱 感觉神经是副胶感 副胶感把这个膀胱的满 还不满 讯号传到上面来 这边有一个大脑皮质 在interpret message of full or empty bladder 就是说 看你这个膀胱 是满还是空的 如果是满的话呢 就赶快命令你的胶感神经 副胶感神经 这个不再启动 这个启动 然后把这个 这个跨越器 sphinter 这个打开 就要尿尿了 这样 那如果你的大脑发炎 就会 电脑坏掉了 就解读这个 以为是要尿尿 所以说 尿尿 膀胀过洞的人 不应该是看泌尿科 要看神经科 我这样讲的话 可能会害到很多患者 很多害到神经科医师 如果你膀胱过洞 跑去挂神经科的话 神经科说 你有没有搞错 我是看脑 看神经 你膀胱去看泌尿科 这样 可是王医师说要看神经科 王医师乱讲 结果 你去看泌尿科 说我以前看过神经科 你叫他看什么科 他说 你看错科 泌尿科是我们 膀胱过洞是我们泌尿科 怎么跑去看神经科 里外不是人 事实上要看什么科 就看我这个自然医学科 就把脑细胞把酸排掉 把脑细胞修补好 就没有膀胱过洞症 就是这样而已 这个很好玩 睡眠后期中止症 除了会引起一些 奇奇怪怪的毛病之外 他对浅眠睡不好很有关 高血压很有关 肾病变好 糖类这个是 好像一串种子一拉起来 下面是很多种子这样 还有尿酸膏 为什么会浅粘呢 我们知道说 我们人脑细胞 很不耐缺氧 我们的脑细胞只占体重的2% 可是消耗掉25%的氧气能量 所以我们这个人 被人掐住脖子三分钟就死了 对不对 不能缺氧了 所以说我们人体 我们带一个叫叫 SPO2 指尖的溶氧剂 你最好是96以上 通常这9就只有98 97还勉强了 96以下就是不行了 好 所以像我们本身是急诊科医师 我们就常常看到很多病人来 哇 直接一测 哇 80 80怎么办 给了氧气 给了氧气 如果还是80 上不到超过85的话 不到90的话 我们就会看看 抽他的动脉血 看有没有酸 有酸的话就建议病人说一定要插管 要插管 用呼吸器给他呼吸嘛 不然他就 整个就不行了嘛 那当然很多患者会记住 那人好好怎么插管 那我们急诊科医师 不是随便做的啊 不插管 我们会在病例上记录 或者病人要拒绝 要请他签一下啊 不然如果有一天他死了 上法院我们会被告 为什么血压 血溶氧低过845 你还不插管 这个叫医疗舒适知道吗 所以我们要很注意 好 那我们人 像我刚才讲的那个人 他脸变黑 他血氧能度一定低过845的了 低的话怎么办 好 脑细胞很自私哦 什么东西都可以死 就是脑不能死 脑细胞跟人一样 每个都很自私嘛 当然有人不自私 我这样讲好像不大对 就是说很自私 怎么自私呢 你氧气不够 我脑说我不行了 我快死了 80 90我就不行了 80我快死了 赶快心脏跳快一点吧 让心脏跳快 让心脏跳快的话 心脏好听话了 蹦蹦蹦蹦 像刚才你看那个背面 跳到116下 有没有 就跳跳跳快 白天也缺氧 晚上也缺氧 所以心跳就快嘛 心跳快什么意思 我常常讲 你心跳很快 为什么心跳会快 因为有必要快才快 因为有必要快才快啊 就好像说 现在没有救护车 声音 因为没有火烧房子啊 没有救护车 没有人受伤啊 如果听到 哦一哦一 不断 那个声音不断 你想哦 明天报纸一出来 哪边烧房子了 这样 所以说心跳快 就是身体发炎的一个象征 不快是不行的 就缺氧了 你心跳 你脑神经放出 要心跳快 你一定要放胶杆 我们睡觉 胶杆就高了 我们睡觉是负胶杆高嘛 你胶杆高 人就是浅眠啊 半睡半醒啊 旁边的人要打呼 你也知道 有人走进来 你也知道 计较你也知道 冷气的声音也知道 这样就很麻烦了 就根本就没有在睡嘛 所以我 我罗上也住了一个人 常常说我们冷气太大声 不想我自己都没有听到 怎么你会觉得太大声 因为他就睡不好 才知道 才觉得人家冷气大声 这个就是很麻烦 好 交感很高的话 人就睡不好 睡不好 然后呢 如果心跳快 我们的这个 脑还是缺氧的话 脑神经就说 你心跳用力一点吧 用力一点就血压就高了 好 所以你就常常去血压就高了 叫本态性高血压 血压高起来 心跳快起来 心跳快了 跳了一百多下 血压高了一百五一百六 好 这个时候你就去想说 哦怎么办呢 我去看心脏科好了 血压很高嘛 好 心脏科医师 他的责任就是帮你降血压 对不对 帮你降心跳 不然他干什么 当然是降血压嘛 好 你吃的降血压都要回来 好 晚上睡觉 你的脑细胞就跟你讲 好 说哎 心跳跳快一点 心脏说 我跳不快了 我吃了药了 高 那个压力更快 我也高不起来了 好 心跳高不起来 我脑还是缺氧怎么办 我脑就 看那个肾脏 好 就注意 就是打肾脏的主意 因为肾脏很爱缺氧的 肾脏 你捐给人家 运到美国去 36小时种下去还会活啊 肾脏很耐缺氧啊 当然保养的好 保管的不好 24小时这样还是可以 运到新加坡 马来西亚 大陆都还可以 肾脏很耐缺氧 所以脑细胞说 那你肾脏 你就不要用那么多氧气好了 就会引起肾病变 为什么呢 刚才讲的这个脑细胞 大家看一下 没有放出来 这个 很耐缺氧 肾脏很耐缺氧 心脏不耐缺氧 这个是肾脏移植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呢 脑细胞就 肾脏就很酸 很酸的话就不行了 它就是要改变这种酸性的环境 就是说把这个肾的血管 就收缩了 就收缩了 就让肾不要用那么多 因为肾脏它晚上 它可以暂时缺氧嘛 可是呢 这个时候 你的那个尿酸就 首先就偏高了 为什么 因为它晚上就没有办法排些尿酸了 还有蛋白尿 血尿就会跑出来了 这个蛋白尿 就是这个 这个是肾小球嘛 那么这个肾小球 就是把脏东西排掉 好东西回收嘛 如果你这地方发炎了 不好了 这个洞变大了 那么它就会 把这个 脏东西排掉 好东西排掉 好像 红血球啊 什么蛋白质都排掉 这个蛋白尿 血尿就形成了 那么这样的话 就很麻烦 那么肾脏 本身 它又是一个 很 它又是一个 叫做 很耐操的东西 它肾小球 如果坏掉 一部分还可以 如果坏到一半 或者剩下百分之 过滤率 剩下百分之 二十啊 三十四十 BUN什么就高起来了 可能就是要洗肾了 这样 所以这个一系列的疾病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息息相关的 所以血药 不要随便降 你要降血药 用天然的方法 绝对不能够吃药 吃药的话 你就会引起更大的麻烦 那睡眠呼吸中止 也很用于一系糖尿病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体质的关系 那个脑细胞 就除了肾脏以外 它就也要管到胰脏 怎么讲呢 胰脏 你现在没有在消化 你不用用那么多氧气 你就节省一点吧 胰脏是做什么的 其实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它会分泌这个胰脏素 胰脏素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T型的这个样子 这个胰脏 这个胰脏素呢 它就分泌出来 这个胰脏素 这个葡萄糖 那么胰脏素 它就打开我们的这个 这个钥匙孔 让这个葡萄糖通道打开 这样 这种人就没有糖尿病了 好 如果胰脏 它被缺氧了 有些细胞死掉了 胰脏细胞 坏掉了 或者其他很多原因 就变成糖尿病了 这样 所以说 吃淀粉 因为我们讲糖尿病 它是因为睡眠呼吸中止 当然也不见得 只有一种原因 肾脏啊 什么坏掉 上去呢 睡眠呼吸中止 睡眠呼吸中止 就是淀粉吃太多了 那细胞没有办法放出讯号 这样 所以这个是要息息相关的 像这个 这个人 他也是糖尿病 优异恐慌失眠 肾功能不良 快要洗肾了 早期阿兹海默症 这样 他老婆是这样 他这个人就是 很养生 什么叫做养生 他说我吃素 很养生 吃素 我认同吃素 很养生 可是你要吃到好的油 他说油 我绝对不吃 吃青菜 自助餐买回来 要把油烫掉 才敢吃 我一天就头大 一个头好几个大 这种人怎么不生病 才怪 结果经过我们的治疗 他老婆变这样 才两个礼拜 你看 变成这么好 全好 你知道吗 高兴得很 忧郁症也好了 失眠也好了 你看他的这个老婆 五七的 变多少 一七二 二二四的变这个 六百多 六百多 这个本来要洗肾的 医生叫他去装人工血管 尿酥蛋八十二 计算钢三点零 这个糖尿病 正常是六 他六点八 糖化血色素 这个尿酸也高 结果过了 差不多几天而已 你看第一次来是 十月一号 第二次来 十月十八号 才八天了 热验 全部都降低了 听说现在已经好了 他也叫他来 他也不肯来 他说我好了 干嘛还要来 因为患者通常都是这样 还有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的阿兹海默症 我们来谈一下阿兹海默症 美国讲阿兹海默症 它很严重的毛病 比癌症可怕 它占美国死亡研育的第六位 还有呢 第一 为什么可怕呢 因为盐医不明 第二没有药物可以治疗 癌症还有药物啊 无法预防恶化 很麻烦 对不对 其实哈 我们早期中期阿兹海默症 都是可以治疗的 甚至早期可以治愈的 早期呢 我都 因为我来我这里看的病人 我都会用我的脑波 我都快七十了 有的人三十岁 四十岁老婆比我少了 大概只有我的四分之一这样 我觉得他们都是很多原因 中期是这样 情绪改变 所以你们家里的老人 如果本来很正常的 幻觉变成幻听 幻觉脾气很暴躁 很喜欢骂人 行为怪异 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是精神疾病 他是脑神经退化 知道吗 不要误诊 是阿兹海默症的症状 千变万化 看他哪边退化 就产生哪边的症状 可是呢 千万不要到了晚期 什么叫做晚期呢 吞咽困难要放鼻胃管 不会尿尿 要放倒尿管 不会洗澡要你帮他洗 不会吃东西要你喂他 这样的话 你就不要来找我 我也没有办法 脑细胞死亡 我也办不了 帮不上忙 所以说 我自己做自然医学 我不是精神科医师 我也不是神经科医师 我是外科 重症 急诊科 麻醉科的医师 我现在 我的患者 大概七成八成是精神神经疾病 我最喜欢治疗阿滋海默症 我认为阿滋海默症一点都不可怕 二氧化碳过高跟缺氧 是很重要的原因 它是可以治疗的 初期可以治愈 中期可以预防恶化 晚期你就只好听天由命 已经躺在床上了 什么痣啊 不会尿了 不认得人 那就没有办法 脑细胞死亡了 现在我还要提到一个二氧化碳的问题 二氧化碳阿滋海默症不是只有老人 很多年轻人 小朋友 阿滋你有听过吗 我曾经有一次 有一个爸爸 四十多岁 带他的小孩子十九岁 念国立大学的 来看 我问他你要看什么 他说儿子最近变笨了 中邪还是怎么样 去收金也没有效 他说以前都很活泼的 现在连电动都不打了 每天都在呼呼大睡 我看完他爸爸的老婆 儿子的老婆 妈妈的老婆 我看完我只有千秒蛋 也讲了一句话 我说那是因为你们全家都没有开窗了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看你老婆就知道啊 那欧妈嘛 比不到没有我的老婆的五分之一啊 我说对啊 结果后来他就开窗 也吃了一些我们的厨房 后来变得很活泼快乐 这样 我还有碰过五岁的小孩子 你知道 阿滋海默针啊 他脑 我一看老婆 我就说 你小孩子睡觉都没开窗 你怎么知道 他说不但没开窗 连那个门缝都要封起来啊 后来小孩子 他听了我讲以后就 就去开窗 开了窗 后来就吃点油啊 就这样好了 我还有碰到一个 你大概十八岁的女生 我一看 我甚至直接就问了 我说你为什么要蒙头睡 把头盖起来睡了 他说 我说没有安全感是不是 他说是 我说那你妈妈呢 我还没有问 我就知道答案了 他没有妈妈 后来他说妈妈不在家 我说你爸爸呢 爸爸也不在家 好我就不再问下去了 问下去可能他就会哭了 这个叫隔代教养嘛 父母离婚嘛 没有人要养他嘛 丢给公公 这个祖父祖母羊嘛 他是很怕 盖住头 躲在被子里面 自己的安全环境 像这种 都是永远引起阿斯海摩症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我们外面的二氧化碳 400 ppm 室内呢 台湾的室内空气品质法规定不能超过1000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吐出的气是53,000二氧化碳 如果你这样蒙起头来睡觉 你二氧化碳都是超上万的了 二氧化碳高细胞就变酸了 就缺氧了 就这样 所以说 我看这个 这个所谓主流医学讲 阿斯海摩症没效医 我觉得很好笑 是不是这样 我这个可以接受所有的人的挑战 不是说去批评任何人不对 因为我们整个主流医学走到现在已经面临瓶颈了 这一定要改革 一定要改变 所谓改变 就是说所有的疾病不是开药而已 过敏就开 比方说你过敏就开内固醇 皮肤科过敏开内固醇抗组织胺 眼睛过敏开抗组织胺 鼻子过敏开抗组织胺 一天你看三个不同的 吃了三个抗组织胺 不同的药 这样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所以所有的疾病 我为什么可以做AI MED人工智慧医学呢 就是说我已经找到了一个解方 所有的疾病都是百病同源 叫做Singal Cause 百病同疗Singal Cure 就是所有的疾病都要把酸根解释排掉 那么上面的这个 大家看这个叫结果 这个是树状图 下面的这个生通移植清旧维他命C 奈米光纸铁修补肠肺脑肉 这个就是我们的 讲的这个 就是说 这个 治疗的一个方式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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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